一見又有朝鮮茶飲,又有朝鮮,又有朝鮮的超級歌手,湯姆斯在這裡, 就知道我們講歸朝鮮的問題,即是話題,不如我們講講年三十, 講講過年前,其實朝鮮方面有什麼特別的習俗或特色? 朝鮮人過年有些特別的,例如唸對聯,還有拜老公,拜完老公之後大家圍爐吃飯 拜老公?為什麼拜老公這麼有趣?不拜老婆? 朝鮮人早先叫漏貢,如果我廣東話譯出來,我們就叫拜老公 很多人不知道,就以為朝鮮男人這麼大男人,連老公都要拜 我小時候都有,我野蠻過年前,其實個人過節都有 有個要拜祖先,有個灰爐,前面放一些食物,放一些蔬果,拜完之後我們就吃飯 剛才有對聯,朝鮮人或朝鮮人的對聯有什麼特別呢? 如果對聯的話,我想我們在香港很多時候,大門口都會連著一個春字 春字最簡單解釋就是春梅大地,萬丈更生,如果是朝鮮人的意思有另一個解釋 朝鮮人的春字,跟我們吃東西有儲存到有靜的意思,這個蔬字很同音 意思就是米糧充足的意思,這個春字對朝鮮人有另一個意思 是充足的蔬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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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蔬 好像我們說,吃剩了,吃蔬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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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蔬 是,有一靜的意思,年年有餘 面對著我,就沒有一靜,因為說到吃東西,我就很興奮 蔬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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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蔬有什麼特色食品,朝鮮人一定要吃呢? 如果一定要吃的東西,譬如說,好像肉丸,魚丸 肉丸,魚丸,這些代表是團圓的意思 裡面的菜,還有包含很多時候,他們都會吃一些豬血,豬腸 豬腸的話,就代表長長久久 豬血,潮州話就叫做血,和我們法是同音的,代表法財 我老爸和我說,好像有一樣東西要吃,屍堪又要吃 為什麼過年來來吃這些血淋淋的東西? 屍堪是很吉祥寓意的,屍堪代表錢銀充足 因為以前古時就用貝殼拿來做錢幣 屍堪是貝殼 原來是這樣的,難怪我不發了,到今天 由今年開始就要吃豬紅,又要吃屍堪 下一年我想不發都難了,喝茶了